北京时间4月23日 一场在美国赌城 拉斯维加斯结束的拳坛世纪大战 戴维斯vs加西亚火爆落幕 最终戴维斯在比赛中两次击倒了加西亚 并于第七回合TKO获胜 至此戴维斯彻底晋升为世界拳坛的巨星行列 现年28岁的戴维斯是三个级别的世界拳王 曾是梅威瑟力捧的猩猩 不过最近两年戴维斯离开了梅威瑟 选择自己单飞并尝到了甜头 目前他已经成长为shortime的王牌选手 尽管战绩显赫击倒率其高 但戴维斯的身价并不是很好 此番与网红拳王加西亚的对垒 无疑可以让他一飞冲天 24岁的加西亚由于外形骏狼 目前Linz粉丝量已高达900多万 是真正的网红 但人们还是希望他能在拳台有更大的作为 尤其是老板金铜霍鸭 他寄予极高的期望 认为加西亚未来有望身价超越自己和阿瓦雷兹 而与戴维斯的火并结果至关重要 当两位不败拳王狭路相逢时 比赛正如赛前大多数人预料的那样 戴维斯掌控了比赛的主导权 战斗仅进行到第二回合 戴维斯就凭借一记坚实的左手 平勾击倒了加西亚 虽然加西亚很快起身 但接下来的几个回合他都处于被动 当战斗延续至第七回合时 戴维斯朝向加西亚的肋骨是以致命重击 加西亚在遭到攻击后肝脏的剧痛令他无力支撑 裁判见加西亚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挥手示意比赛结束 据悉戴维斯此战的出场费为500万美元 加西亚为250万美元 另外两人PPV分成将以50比50的比例分配 还有比赛门票的分成 此前戴维斯单场最高出场费为150万美元 加西亚为200万美元 可以说本场大战力双方都赚到了最高一笔酬金 双方各自的总收入预计会有几千万美元 由此可见 职业拳击的吸金效率是其他任何竞技体育项目无法比拟的 其他格斗类项目的拳手也知道职业拳击最赚钱 但他们之所以不打拳击 是因为根本无法在天赋扎堆的职业拳击圈打出名堂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其他格斗赛事混口饭吃 相信这话会让很多人不舒服 但这就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